欢迎使用C面脚手架实用指南 这个录像指南向你展示基础脚手架知识 自2005年以来 C面一直在世界脚手架行业安全与培训方面担任领军角色 这是第一部动画录像片 显示脚手架的搭设方法是我们e-learning的一部分 这部录像片我们将看看钢管和世界各地广泛使用的脚手架搭建方法 并介绍通用术语 这是搭建脚手架和拆除脚手架 这个脚手架的搭建方法是在地面放置电板 每个电板上再铺上底座 接着树立起第一个立杆 再固定一个大横杆 随后用直角接头水平固定一个直角小横杆 你将装置下一个立杆和小横杆 使立杆有两个支撑点以增加稳定性 下一步将立杆和小横杆固定在一起 然后装置大横杆 最后你按上最后一根立杆 这样就完成了交手架的基层 现在可以设置其他的立杆 接着是更高一层和固定支撑 然后安装上交手板和护栏 橙色的树立杆管叫立杆 红色的与建筑平行的水平杆管叫大横杆 立杆之间的水平距离叫横距 一般为1.8米到2.4米 而两个大横杆之间的垂直距离 一般为2米 称为纵距 大横杆之上用来支撑交手板的杆管 叫做小横杆 深蓝色的是主要小横杆 浅蓝色的是间距小横杆 脚手架平台是由1.2米间距的 小横杆支撑的脚手板构成 短于2.13米的脚手板必须固定 不过在有些国家和公司 所有的脚手架都要被固定住 突出于末端小横杆的脚手板 最多不能超过150毫米 最少不能短于50毫米 最好的做法是 短于1.2米的脚手板 也要最少用三根小横杆支撑 在作业层之间进出使用内部搭梯 这个录像里用了梯仓以防止坠落事故 使用维护侧板以防材料从脚手架上掉落 用护栏防止人员坠落 为加固脚手架 要增加一套对角杆管 叫剪刀撑 前面绿色的叫斜支撑或防摇支杆 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斜支撑会被用旋转扣件固定在立杆上 黄色的是大横杆支撑 一般用于大横杆与大横杆之间 用直角扣件连接 或用旋转扣件固定在立杆上 脚手架有独立式 如果它的高度与基线比合适的话 实际上所有的脚手架 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加固措施 最常见的防止脚手架坍塌或倾倒安全措施 是使用对接扣件 横跨离杆的脚手架杆管 一般扣紧在大横杆之下 卯固在建筑物外墙 或用扣夹固定在杆梁上 如果脚手架无法固定在一个永久性结构上 可以用其他方法来稳固脚手架 例如扫地杆 支吨 伏壁 或平衡重等等 脚手架的搭设 拆除和改动必须由专业人员操作 搭设脚手架必须在安全措施下进行 防止工人坠落 最好是NASC Guidance SG4 钢管和脚手架搭建 都应当根据世界范围最佳使用指南 NASC Guidance TG20 进出脚手架应根据NASC Guidance TG25规范 脚手架必须受到专业人员的监督 模块式脚手架的搭建 必须根据厂家安装指令 轻量级移动TTA的搭建 应当根据PASMA规定 有关目前脚手架最佳操作 请参考NASC和CISRS的指南 C面提供各种类型脚手架课程 和脚手架安全操作咨询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或打电话 英国号码是 或阿联酋电话号码 00971 439 5067